碎小奶娃只因偷看一眼狗部里包子 就被包子破老板诬陷是小偷 还逼迫小奶娃自破肚子自证清白 我说了 不是我们偷的 虽然我们穿的破旧 但我们可是有骨气的 从不做偷鸡魔狗之事 是我们不好 我送你们是个肉包子当作赔偿 不必了 几个包子而已 我们又不是买不起 说完直接从怀里掏出二十个铜板 让大宝去买了二十个肉包子 一旁的夫人健壮 也知道因为自家偷到的事情 让别人家的孩子受去了 走到陆娇娇面前一脸抱歉地说道 实在不好意思 我家孩子给你们添麻烦 事情已经过去了无妨 小四宝看着大宝手里热腾腾的包子 又抬头看着李娇娇 清澈的眼睛还残留一点点惶恐 宝宝可以吃包子吗 可以吃 日后宝宝若想吃肉包子随时可以吃到 一家四口在众人的注视下 慢条丝里朝着远处走去 日后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能这样乱说 亏你这次遇到个孤儿寡母 若是遇到一个不讲理的汉子 能气的把你的汉子砸了 包子摊老板娘连连点头 他也知道这次陆娇娇没跟他计较 否则下半辈子他们就要锒铛入狱 大宝跟在陆娇娇身边 嘴角不停抽动着 想要说声谢谢 可无论如何都出不了口 你知道子扑肚子自证清白的行为 有多么愚蠢吗 我那是怕你真的来扑开妹妹的肚子 我寻思着让你动手 还不如我亲自动手 最起码牺牲我能保全妹妹 这么说还是我的错了 因为你之前做的那些事 根本没办法让我们相信你 以前在村里 我们和别家的小孩打架 就算根本不是我们的错 你也会用藤条把我们狠狠地抽一顿 你从来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以后不会了 走吧 为娘 赖你们去买些布料 回去给你们做新衣服 由于买的东西太多 陆娇娇和大宝身上挂满了大包小包 小丝宝迈着小短腿 屁颠屁颠跟在身后 老拨头眼看着一家人买了那么多东西 惊讶的伴上没有说出话 你们早说要买这么多东西 我去给你们帮忙了 累不累 郭爷爷 我们不累 将东西放在马车上 陆娇娇这回也饿得不行了 赶紧拿出一个大肉包子来冲击 顺便给四宝使了个眼色 又看向老拨头的方向 你是要我给郭爷爷一个肉包子吗 陆娇娇点了点头 小四宝开心跑到老拨头跟前 伸出小手 郭爷爷 给你肉包子吃 老拨头面对着肉包子 同样的不敢置信 陆娇娇会让孩子给我送肉包子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直到小四宝又重复了一遍 而陆娇娇坐在马车上 安安静静地啃包子一言不乏 老拨头这才明白 爷爷不饿 你们小娃娃吃 爷爷上午啃了两个大饼 现在还饱得很 一个肉包子两文钱 一趟镇上来回都要两文钱 孩子们那么懂事 他不能不懂事 郭爷爷爷 我们买了好多 您就快收下吧 我胳膊都酸了 郭爷爷爷就舔着老脸收下来 大宝坐在马车上 敏了敏唇偷偷摸摸地看着陆娇娇 什么样子 那个野生刀鱼好不好抓 对我来说还行 对你这种连一斤重的 鲤鱼都抓不上来的小朋友来说 可能是有点困难 大宝顿时气得头顶冒烟 可陆娇娇说的又是实话 大宝只能无奈叹了口气 回去的路上 李春花看到车上堆积如山的东西 羡慕看着老锅头 老锅头 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 这么多东西得多少银子啊 老锅头没有说话 只是朝着陆娇娇看了一眼 与此同时 狗贼溜溜钉的小四宝手里的小唐人 娘 狗儿想吃小唐人 小丫头片子 把小唐人 给我家狗儿拜一块 我说李春花 你还要不要脸 连小孩的东西都要抢 你们家是乞丐吗 你他娘的才是乞丐 我只见过做乞丐的张口就讨 张手就要 气急败坏 心里面白自己不是陆娇娇的对手 只能把怒火发泄在自己儿子身上 拉过狗 按在自己腿上 啪啪就是一顿殴打 让你吃 让你要 你亲娘老子都被见人冤枉成要饭的了 陆娇娇脸色骤然一沉 还没等他发火 大宝直接对了上去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张口就是一股臭味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用嘴刷干水桶 李春花被母子两对的哑口无言 抬起手掌就要朝着大宝打去 小杂种 今天我就替你躺在炕上半死不活的爹收拾你不可 让你不知尊老爱幼 不料手臂还未落下 陆娇娇一巴掌直接甩了上去 来的时候挨了揍 既吃不计打 要不是看在这只郭大叔的份上 我非打得你满地找牙不渴 回村后若是还想挨揍 尽管去我家找我 姑奶奶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李春花身子在车上转了半圈 差点一个倒栽葱跌下去 顿时吓得坐在角落 老老实实抱着狗 一言不发 回到村庄 郭大叔帮陆娇娇把东西搬到家里 而这一幕干好被躲在一旁了 大嫂和二嫂看见 一包包的粮食 一堆堆的布皮 还有那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三房怎么突然那没有钱了 大嫂 你说他们孤儿寡母的 是哪里来得赢钱 大嫂眼睛里充满了嫌弃和厌恶 老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明天我们跟在他们身后 看看他们到底干了什么 次日 陆娇娇拎着小木桶 和老大老二边的竹笼子去小河边了 然而前脚刚走 后脚 大嫂和二嫂就一人拎了一个木桶 紧随其后 他们要跟着陆娇娇一起去抓鱼 两个人昨夜里凑在一起 偷摸的河进了下 开测陆娇娇从镇子上买了那么多东西 八成应该是卖鱼赚的银钱 陆娇娇来到河水下游 四宝扭过头 大伯娘 二伯娘 你们是要来抢我们的鱼吗 怎么就你们的鱼了 这条河是你家开的了 你问问他 他能答应吗 小小年纪心眼可真毒 四宝贝说得面红耳饰 低着头孤零零的站在一边 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 何是大家的 各凭本事抓 不过前日你从我们家抢约 强盗的形象在我们家宝贝眼中 已经根深蒂固了 按你的逻辑 新演读的是你 江大嫂被陆娇娇好一顿抢 气得头皮发麻 她不明白 往日明明恨不得亲手杀死四个孩子的陆娇娇 现在怎么突然对孩子们那么好 不能让外人说一句不是 还真把自己当成情男了 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你以为他们会带你好 等他们可以自力更生了 早就一脚把你踹到巴掌院 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心险恶 陆娇娇懒得跟她废话 直接一脚将她踹进河里 陆娇娇 你是不是故意的 今天我和你拼了 说着 她就要跑过来找陆娇娇算账 二嫂适时拉住暴跳如雷的大嫂 大嫂 你先不要生气 我们要跟着这个小贱人一起捞鱼 等我们捞上鱼之后再收拾它 两人商量好以后 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陆娇娇待三宝和四宝 你俩乖乖坐在树下 不要靠近小河边 两个小家伙乖乖点点头 手拉手一屁股坐下来 眼巴巴地望着水中的陆娇娇 希望娘抓好多好多的小鱼 三宝心里有些纠结 其实她也想让陆娇娇抓好多小鱼 卖好多钱 就可以天天吃肉肉了 可是大哥每次都抓不到很多小鱼 要是陆娇娇抓太多 对比太惨烈的话 大哥会不会被气哭 大嫂和二嫂下了水之后对视野 两人分别站在陆娇娇左右两边 等鱼来了 他俩一起上 也没能抢过陆娇娇 大嫂见状破口大骂 见后 你快把老娘的鱼还给我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你的鱼 你叫他一声 你看着他答应吗 你这是抢词夺理 耍流氓 拜托 我在你们下游 你在上游都抓不到鱼 只能说明你垃圾而已 那感情只要出现在河里的鱼 被你看到了 那就都是你的了 村里那么多大老爷们 你看一眼 都得给你当相公 你说的什么话 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 大嫂恼羞成怒 仰起巴掌 就要朝着陆娇娇打去 老娘打烂你的嘴 他似乎忘记了前几日 被逼着吃生鱼头的教训 挥舞着双臂 朝着陆娇娇脸上招呼 陆娇娇左右长官 狠狠的两巴掌 落在大嫂的脸上 你敢对你大嫂动手 你是活腻歪了吧 我要让全村人都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宋秀莲到底是交出了 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说着他目光扫过 不远处的田笼上 有不少人 就要张开大嘴呼喊 陆娇娇眼睛手快 一手按住她的脑袋 用力按向水中 只削片刻功夫 抓着她的发际 抬起她的头 还叫不叫 大嫂咬紧牙关 眸光愤怒 却不言不语 二嫂看大嫂的下场也是怕 跑到岸边假模假样的说道 老三媳妇 你说说你这是干啥 这是咱大嫂 再怎么着也不能对大嫂这样 快点放开 别让外人看咱们家的笑话 这是给你的警告 下次别怪我不客气 说吧她将大嫂一把推开 将二嫂来到大嫂身边 低声在她耳边说道 大嫂 留得清山菜 不怕没柴烧 咱们去上游抓鱼 远处树底下 三宝和四宝面面相去 娘变得好厉害啊 二嫂拉着大嫂回去的路上 正好碰见赵氏 赵氏手里拿着耙子 正弯着腰在田里干活 大嫂的脚步忽然顿住 大嫂你想做什么 将大嫂嘴角扬起一抹不善的笑 慢慢的靠近赵氏 一把将赵氏推开 你眼瞎吗 这么宽敞的路 你非要往我脚上踩 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吧 我哪知道你在我身后 你没事吧 文言大嫂忽然坐在地上 哀嚎一声 我的脚断了 疼死我了 大家伙都来看一看 铁蛋娘 你别这样 我只是轻轻的踩了你一下 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梳醒了 那可不成 关起门来后 你要是搓磨我 哎呦喂 都没有人能替我做主了 乡亲们 你们可是要帮我做主啊 老拨头的媳妇郭老太说的 铁蛋娘 你脚丫子是纸糊的不成 踩一脚就能踩断了 王大娘说道 这可说不准 不小心踩一下当然没事 要是故意去踩那事情可就大了 这时 陆娇娇拎着木头 从小河边跑过来 身后跟着三宝和四宝 看到赵氏坐在地上 手上有点擦破皮 面色逐渐冷明下来 这是这么回事 我脚让你你娘踩断了 我要去看大夫 你们要给我出诊金 最起码也要二两银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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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